往醫院方向望過去 建築外頭安裝一項設施 形狀看起來像是溜滑梯 這也是位在新竹武林路上 國軍桃園醫院新竹分院 前身是新竹空軍醫院 外頭卻設有像是水上樂園 才會看到的設施 這裡明明是醫院 為何會出現溜滑梯 令民眾不灑灑 其實這是國軍清竹地區醫院 全國首創的逃生安全滑梯 過去院方也製成影片 介紹使用流程 這個滑梯在2009年設置 外遇到火災 不需要動用太多人員 就可以安全又快速疏散病人 只是後來消防法規修改 更改成透過防火門平行疏散 或是就地等待救援 因此從2019年開始 這個逃生滑梯已經停用封存 而溜滑梯這項設施 不只有娛樂作用 甚至還可以當作逃生工具 也引起民眾討論 TVN新聞 城市民調子盼 新竹採訪報導 也要開啟小鈴鐺喔